花冬縱骨二騎稻作要收割了 在台東縣池上香文化景觀保存區 大批遊客搶著要看175公頃的金黃色農田稻浪 人車把田間小路擠得滿滿滿,相當混亂 縣政府決定將從11月開始 一直到明年的3月要管制汽機車 讓農民可以好好工作 金黃色的稻浪是池上香文化景觀保存區最大的旅遊賣點 可是這幾年卻也成了這裡的負擔 一年兩次的收割季節 人車把田間小路擠得滿滿的 台東縣政府在兩處主要的拍照區 設立了旅人愛池上公約的看板 呼籲遊客徒步或騎單車進入 不過被注意的遊客很少 大家好像都沒有走過來這裡看一下 也是要看大家的功德心這樣 有遊客認為周邊相關的停車服務空間等告示和設施都不明顯 應該加強讓遊客好遵守 如果你沒有配套一些人那個景觀都被破壞掉之後 我覺得就很掃興 黃金盜浪區的面積真的很大 但路很少 遊客自己要多留意相關的訊息 馬上在下個星期六日 台灣好基金會要在這裡舉辦秋收稻穗藝術季活動 要實施交通管制 而且台東縣政府也會馬上接著管制新機車進入 一直到明年的3月2號為止 讓農民好好工作 在管制期間遊客還是可以走路或是騎單車進入 但還是要遵守旅人愛池上公約 不要打擾農民民工作 記者張明哲台東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